吳明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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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 国庆东西 当然是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为 我们要参加 8月5号开始的 这个奥运的 為他們加油打氣 第二個就是能夠了解國訓中心目前的狀況 以及對我們國家未來體育的政策 培養我們體育人才 以及促成我們全民體育風氣的整個做法 要多一些了解 作為一個運動員 最重要的運動員的表現是表現在過程中間 不見得一定要看出結果 過程就是他把他的能力發揮到極限 我們這個團隊幫助他把他能力發揮到極限 那這個過程是這樣的好 那這個運動員的表現成功的 那麼最後的結果呢 那就是看 所以呢我這樣來講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來這邊是幫我們的選手加油打氣 也是希望我們全民都能做他的後盾 不管是選手 不管是親友 不管是我們國訓中心的所有同仁 我們都應該幫助他 讓他能夠到這個奧運競技場的時候 讓他能夠發揮到最好最大的期限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目標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的去把這些 我們應該有的幫助的工作做得最好 我們也期待我們的選手呢 透過他自己自身努力 能夠一起來配合做得最好 這就是我們現在開始到8月5號 以後奧運會開始 這段時間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和搶戰 我們現在只要把這工作做好 這是很復習的目標 我想我們的奧運選手 是我們國內現在最傑出的 覺得了不起的運動員 這些他們都是國家資產 國家的寶貝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進一步來思考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這些資產 能夠得到更多的照顧 同時要有更多的有運動天證的 這些人能夠被發掘會很重要 我也覺得國內運動網 實在是值得我們政府和全民 一起來接種 當然運動的總額非常多 要想把運動機器能夠醞釀起來 也許我們可以從幾項對臺灣 對我們社會比較適合的 而且社會大眾也已經開始 能夠接受的運動我們來努力 可是我們也進去發掘一些 我們過去也許不是很重視 其實也很有可能的運動 有天分的人才以及運動的表現 讓我們社會大眾一起來分享 運動給我們社會帶來的價值 和運動中間所得到的樂趣 當然我想社會大眾願意 有這麼多人願意投入運動 這樣一個行業裡面去 或者是活動裡面去 那一定是要靠有人持續有這個意願 那這個除了一般的觀賞觀眾之外 政府也要去想辦法培養這個團體 那他在這裏告訴我 今年我們會增加300位專人的運動教練 來培養我們優秀的運動員 那麼這個同時呢 那未來呢 我們的這個優秀的運動選手 這裏呢 也會盡量的把他網羅 作為我們國家培養後製的運動選手的 一些教練或者一些教練的工作 那這個都是呢 讓我們運動員呢 能夠在他生涯裡面呢 他的投入和努力 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和回報 應該有事情 未來政府更重視運動的這個 這樣一個事情呢 政策呢 把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呢 來自電台都會宣告 也希望我們教育部和移植 都能夠在這方面能夠貫賊 當然啦 所有的努力都很想靠資源 可是呢 我也了解政府的資源進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有限的資源 用在環境上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適用我們的資源 我們願意投入各個資源 但是每一個資源 我們要去解釋 它是不是有效運用 那有效運用的資源 一定要配合大家努力 配合制度的修改 配合很多 這個大家願意去承擔的這些部分 要一起來做 所以我期待我們能夠 心思化在這方面 把運動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夠做好 而最後呢 我也期待呢 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國際中心的每位同仁 都能夠發揮我們 像我們運動員一樣的運動員精神 就是把這個過程 等於過程 都盡量發揮盡量做好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的體育運動 一定很快呢 會有一個新的面貌 這是我為大家勤勉 好謝謝 謝謝